喜到公辞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401集 又过了一天的时候 龙骨战舰上的人欣喜地发现 他们已经看到了远处海天相接的一条黑色线条 起起伏伏 那是海岸线 估计以现在的速度再过半日的时间 他们就要上岸了 这下子 刘通与陈瑞彻底沦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裴南拍了拍刘通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没有事啊 大家心里都高兴 又钻研了两天的流通 此时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怀疑 他相信摸金策不会出错 听到这话 只是淡淡一笑 等着吧 承认错了就这么难 本来就是个半吊子 之前你能算对 一方面是摸金派的确有本事 我们自然也承认 但刘师弟为何不承认 其中也有运气在里面呢 卢方笑眯眯地说道 只是双目中闪动的光芒 可不怎么令人喜欢 他早就看刘通那副得意的样子不满了 如今能够抓住把柄 自然要挖苦一下 刘通脸色黑了下来 就在此时 林飞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一直没出声的宋张 笑着迎了上去 打过招呼之后 把流通预测会出现大劫难的事情 当笑话般对林飞说了出来 林飞淡淡地瞥了眼她 宋张犹不自知 笑着说 林师弟 你说好笑不好笑 咱们再过半日就到海岸线了 哪里还会出现什么结束呢 看来呀 即便是摩金派的师兄弟们 也有算错的时候 你懂摩金之事吗 这个未从涉猎 你不懂 我也不懂 这条船上只有摩金派的人懂 既然他们都已经说了有结束了 你就好好背着就行 哪里来的资格反驳呢 林飞面色跟声音都是淡淡的 可说出的话 却让宋张红了脸 宋张指了指前方 可我们马上就要上岸了呀 她的话还未曾说完 平静无波的海面上 突然弥漫起一片惊人的浓雾 阴森的寒意 如同万千事故重搬 直直地往身体里钻 狂风骤起 鬼声凄厉 变古突生 原本能见度还很高的天地 瞬间被黑色的雾气铺满 能见度不过几丈的距离 而阴冷彻骨的寒风 不断呼啸 似乎还夹杂着鬼声 污液 丝丝缕缕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飘来 直直地往耳朵里钻 听得人头皮发麻 宋张心里咯噔一声 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道剑气 已经扑声而出 似烈日的光芒 刹那横略百里 笔直而迅击 两侧的浓雾 顷刻消弥 海面重新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景象却看得人头皮一丈 四面八方 密密麻麻 全都是拥挤而来的鬼物 不见边际 完全遮蔽了海洋 原本有浓雾的遮掩 这些鬼物们前进得 无声无息 此刻浓雾消散 鬼物暴露在了众人眼中 他们也不再躲避了 尖锐的鬼嚎声 凄厉害人 一群群的鬼物 疯了般疾齿而至 往龙骨战舰上飞窜 面目猙獰 诡异而恐怖 刘通大叫一声 拉着陈瑞就往人堆里钻 远离船边 同时还不忘冲宋章大喊 这才是真正的结束 宋章没恐搭理他 急吼吼地召集弟子应对 与此同时 彭泽一声大吼 把惊呆了的弟子们唤醒 回神之后 他们迅速散开 分裂在战舰的每个角落 借助战舰上所带的威力 瞬间组成一套阵法 金色的光芒将整个龙骨战舰包裹 如同一道光壁 把那些鬼物挡在了外面 已经攀爬进入战舰的鬼物 则被林飞用剑芒击碎 但是从四面八方 蜂拥而至的鬼物 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阻挡不住 林飞转头冲彭泽道 离开海面 彭泽瞬间理会了林飞的意思 当机立断 操纵战舰飞起 本应该从海面掠起的战舰 却纹丝不动 仿佛被什么死死拽住 彭泽心中一惊 一缕神石出现 开始探查 这才发现 龙骨战舰被一条 从海底深处袭来的锁链 死死地拖拽住 根本飞不动 此刻龙骨战舰之上 三大派的数位长老 操纵巨龄炮 不断轰击 道道流光急射而出 一旦落下 必然有数十个鬼屋碎裂 可面对一整片汪洋的鬼屋 即便巨龄炮 已经全部寄出 但还是太无力了些 飞水车薪 无济于事 而三派弟子 列出的防御阵法 在鬼屋们不断地侵蚀之下 有丝丝裂痕 从那道金色的光影墙壁上裂开 眼看鬼屋们即将破阵而出 根本无法守住 不行啊 下面有一条锁链 战舰飞不起来 彭泽面上血色进退 冲林飞喊道 锁链 林飞眉头一皱 一股不祥的预感 突然出现 就在下一瞬 上空似乎突然轻压 整座龙骨战舰 都往汪洋中沉了沉 汪洋分隔开来 不断攻击的鬼屋们 围着一顿 害怕般低下了头 匍匐着身子 随即 一只遍体笼罩 无穷鬼气的大鬼 从分开的汪洋中 一步步走了出来 那只大鬼乍一看去 与人类无异 只是面色太过惨白 无一丝血气 全身气息 冰冷 阴质 一双血红的眼睛 扫过众人 最后停留在了 林飞的身上 愕然一瞬 赤红的双眼 愈发惊人 是你 是你 看到这个鬼差 林飞头皮都是一麻 这也太倒霉了吧 怎么会在这里 碰到这个家伙呢 当初在万魂诗渊中 就已经把他得罪惨了 如今再遇到 而且 还是在这里 林飞瞄了一眼四面八方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的鬼物 心中哀叹一声 早知道该让刘腾 给自己算一挂的 这真是 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彭泽听到他俩的对话 愣了愣 然后问林飞 相识啊 交情怎么样啊 能不能把咱们给放了呀 林飞咬了咬牙 吐出两个字 仇人 彭泽看着林飞 目光复杂 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哎呀 你仇人还真不少 而且啊 还死活不论 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那鬼差 自从万魂诗渊中 被林飞打回黄泉 心中恨你汹汹 却因着阴阳两格 拿林飞无可奈何 却没想到 今时今日 又遇见了他 仇怨不报 更待何时 鬼差雪白的面容上 勾起了一个 冰冷 森寒的笑 杀机满满 他盯着林飞 要说的话还没开口 就听林飞身旁的彭泽 怒斥道 我管你是人是鬼 敢索我战剑 那就是自取灭亡 林飞眉头一皱 却来不及阻止 话音刚落 彭泽就已经腾跃而起 手中汗海长刀 当空而立 于虚空中 化作无穷浪涛 威势凛凌 锋芒惊人 朝那鬼差当头而去 鬼差出现之时 电铁覆盖浓郁的鬼气 修为却是不显 令人捉摸不透身前 但彭泽自负金丹修为 并未将这鬼物放在眼中 更何况 秦贼先秦王 刺客他们被忘不到头的鬼物包裹 杀也杀不尽 秦驻鬼物的首领 是唯一的出路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